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143面 12解清义物 那么这一段呢 是佛陀以解开华清上的六节 来比义诸佛之物 那么这一大课呢 佛陀等于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六根门头当中起观的时候 升己空脚中三观 观向言望观性言真的时候 你要注意理事之间的言容 理观不要障碍士修 士修也不妨碍理观 这两个相互的关系 那么前面一颗呢 佛陀是从一个众生在六根当中呢 因为一念的向外攀岩 而形成了六个结扣 来说明理事的关系 是从一个众生的迷味 这以下呢 从一个诸佛的节物的角度呢 来花明理事的关系 这当中有三段 一 一六节一王 二一 解节由心 三 一解当之地 先看丑一 一六节一王 那么以这个比喻来解释啊 当六个结扣解开以后呢 连一念的旺心也不可得了 那么我们当初 由一念的攀岩心的旺动 而产生六个结扣 那么六个结扣解开以后 其实一念的旺心 它也是没有真实体性的 我们前面说啊 达旺本空啊 十真朋友 所以六个结扣解除以后 一念旺心 也就没有一指出了 这当中分两段 一 利益二合法 我们首先呢 先案例一个批语 来解释六节一王 看经文 我告阿难 如必贤子六节不成 便要一成 护盈何得 阿难言 此节若准 是非封己 一中至生 此节非彼 彼节非此 如来今日若总结除 节若不生 则无彼此 上不明一 六盈何成 那么这个地方 讲到一跟六的相互关系 从理观来说 六节扣都是一指一念的旺心而起 但是从四项来说呢 六节却有它的一个前后的次第 所以佛陀就问阿难尊者说 你必定要嫌弃 就是不喜欢 这六节的成就 也就是说 你想要出离这六个节课 愿要一成 而希望成就 我们众生本聚的一心的真辱 那么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成就呢 这个地方也等于是 佛陀问阿难尊者说 这个六个节应该怎么去解开呢 问这个问题了 看阿难的回答 阿难就回答说 此节若存 那是非风起 而这个宝迭花经的六节 假若还存在的话 那么这六个节后的次第 是历历分明 不可混乱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它有它的一个 前后的次第分明的 那么这当中呢 自然就产生了 此节非比 比节非此 也就是说 第一个节扣 节非第二个节扣 乃至第五个节扣 节非第六个节扣 它的次第是分明 那么假使如来今天 若能够以种种的方便 当然这个地方包括了 子官的方便 来解除六个节扣 那么使令六个节扣 不再升起啊 那么这样子 就没有所谓的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的第六 这样的一个前后差别了 那么节扣解除了以后啊 这个华经也就不可得了 那么一也不可得 更何况是六个名称呢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念的旺心 而产生的动静 根节框面格六个节始 那么也是因为六个节的相互作用 有支持的一念旺行 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定的相互关系 好像我们说 因为有第八识才有前七识 那么因为前七识不断的作用去欣喜第八识 也才有第八识的存在嘛 所以你把前六识给破坏了 第八识也就不可得了 这个一念旺心跟六节啊 它有它互相依存的关系 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引乐的合法 佛言六节一枉一复如是 犹如无始心性狂乱 之见忘花 花望不惜劳见花城 如老木金则有狂花 一战精明无印乱吉 一切事件三合大地 生死涅槃 结极狂老颠倒花香 这个地方就正式的合法 佛作说六节一枉的道理也是这样 那么当六个节后被一解开以后 连一也不可得 因为在一心真如当中是遗诸对待的 所以不能说一啊二啊 这个都是细论 好 那么为什么六节一枉呢 这个地方佛陀就分三段来说明 首先先把结构 众生的烦恼的生起啊 的次第先做说明 犹如无始心性狂乱 那么众生无始结以来呢 这个心性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众生本据诸佛所证的 现前一念心性啊 它本来是清静本然周遍法界 但是我们一念心性当中呢 因为迷争起望 而产生一念的妄动 一念向外攀岩的妄形 就产生一种狂乱 那么这个狂妄的攀岩以后 产生了三系的烦恼 而产生阿赖也是的生起了 就有所谓的灭结的生起 就是这个六结的一个最为细的 它生起是由细而出 由细而出 最为细的这个狂乱就是灭结 那么知见忘花 既然有香外攀岩 就有产生种种的知见 这个知见就包括 有人见跟所见 有人见的六根 有所见的六成 这个人所的相互作用 而产生的一种 维系的寄生法质 这个是空结的生起 这个知见方法产生空结了 因为人所的相互的作用 花旺不喜 那么人所的辗转相续作用 这个不喜就是 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相续 而产生的分别的法质 这个就产生节节的生起 牢见花城 这个牢就是第六意识的失利 那么第六意识 这个六根攀岩六成 产生第六意识 种种的想象失利 就产生一种聚生的我质 这个牢见就是一种根结的生起 这个根结对应的是一个受孕 各式各样的感受了 然后发城 发城就是 由种种的六根攀岩六成产生的失利 而隐身的分别我质 而带动了种种贪嗔痴的烦恼 而造业 最后形成果报 这个是动静恶解的生起 也就是摄印的生起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 我们六根当中的烦恼 是一念的攀岩心的妄动 产生的知见 产生的种种的劳虑 而隐身种种的摄法 所以这个整个五印 就是一念的妄心生起的 我们再看第二段 如若木金则有狂花 那么讲出一个比喻 说为什么有些人 在眼睛看虚空的时候 虚空本来没有花吗 有些人看到有一些 在虚空当中 狂妄乱动的花呢 因为他眼睛疲倒了 说虚空本来没有花 花是他的眼睛自己 想象出来的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 一战精明 无因乱急 说我们众生本来没有生死 但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感觉到真的有生倒病死 因为我们在一念的清静本性当中 一念的攀岩心 我们自己把生死给变现出来 生死犹新现 这是生死怎么来的 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五因身心世界 这个六结 是无因的 是根本没有原因的 这个地方很重要 如果生死是有原因 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 因为他是有因 因为生死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才可以把它破坏掉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总有一天可以成佛 因为生死只是一念的忘心 自己念造出来 在这个地方 佛陀就是追根究底 它的根源 好 最后做总结 一切世间三合大帝 生死涅槃 阶级狂扰颠倒花响 那么这个世间指的是 有落凡夫的整个世界当中 包括他的三合大帝的一报 还有生死的一个正报 这个是一个有落凡夫的一正二报 还有初世间的二称的涅槃 这种二正的偏空涅槃 跟众生的生死流转 其实都是一种 黄劳 就是一个疲劳的眼睛当中 希望的看到虚空当中 现出的种种的花像 所以六节一王的道理 一夫如是 所以为什么六个结构解开以后 一念忘心也不可得 因为他本来就是希望 本来就不真实 欧益大师在离风中论 喜欢讲一句话来 问所有的修行人 说是 以宙无非礼薄 而薄一宗者毕竟是什么人 他说你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参透了 你才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所以宇宙无非礼薄 我们来三界这一趟 我们都很清楚 每一个人都是个过客 我们一个生命 一定要经历生老病死 没有一个人例外 这一期的生命只是一个过客 好像我们去台中 去住三天的礼馆 然后又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三界的流转 到底谁在流转 所以流转三界中 那是谁在流转 你说我在流转 没有一个我在 其实就是一念的忘心在流转 我们当初的投胎 我们空空的来 其实就是一念的忘心投胎 你说你怎么投胎呢 你就是一念的忘心 然后跑到 腹筋母血里面投胎 那么你死的时候 也是一念的忘心离开 也不可能把世界上东西带走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 是一念的忘心的忘东而来 死亡的时候 也是一念的忘心离开 这整个过程 也等于是一个 一念忘心的一个带动 你就看到什么事情 你做了什么事 都是一念攀岩星的照做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明 为什么六节一往 六根解开了 你也不可得 因为这个六个结构 本来就是一直忘心而起 那么是讲出这个道理 好 我们再看丑恶的意 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点 我们要知道 一切世间三合大地 生死涅槃 阶级狂扰颠倒滑翔 这个地方是修直观的关键 所有的修行 都要回归到你对视攀岩星 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 看丑恶的 一解结游心 这以下就开始说明了 我们在仿旺归真过程当中 要注意的思想 以辟语来解释 解开六节 必须在这个六个结的结心当中解开 不能在左右解开 要在结心解开 这当中分两段 一正显犹新 第二个 此法新签 正式的说明了 解结犹新的道理 先看第一段 阿兰言 此劳通解 因何解除 那么阿兰尊者 他明白六节 以往的道理 知道整个生死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我们一念旺行 捏造出来 那么这样子 我们仿旺归真的时候 此劳通解 这个劳 就是我们最初的 一念的妄动 叫劳 就是前面的批语 就是那个劳木 就是一个疲劳的眼睛 就是我们最初的一念妄动 这个结 就是前面是根本无名 这个结是字幕无名 那么一念的妄心 而产生六个结扣 那么这应该怎么解除呢 提出这个问 那么佛陀在回答的时候 用辟语来回答 我们看 这个第一段 如来以手将所结经 偏赐其左 问阿兰言 如是结佛 佛也是尊 前妇以手偏牵右边 又问阿兰 如是结佛 佛也是尊 佛告阿兰 五经以手左右各牵 竟不能结 如是方便迎何解成 阿兰拜佛也是尊 当一结心 解极奋善 好 那么这个地方佛陀 用上巧的辟语 来回答我们 怎么样把这个结扣解开的方法 那么首先佛陀 用手 把已经打结的这个结扣 把它往左边来拉扯 这个刺就是拉扯 往左边拉扯 那问阿兰尊者说 我如果用这个绳子往左边拉扯 这样子可以把这个结扣解开吗 阿兰尊者说 这样子是解不开的 越拉越紧 佛陀又用手把这个结扣 往右边来牵动 用阿兰尊者说 那这样解开吗 阿兰尊者说 往右边牵动 也是越拉越紧 也是解不开 这就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绳子的左右相加而产生结扣 表示一个六根一个六成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匹域 左右不是六根六成 左右是古德说是表示空有两变 我们解释一下 当我们在观照六根的时候 如果你偏在有的这一边 凡夫左右 你就是六根攀岩六成 那么薪水静转 那么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把烦恼解开 我们薪水静转 顶多能够修福报 这跟修行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的心是向外攀岩 不管你修再大的福报 跟解脱一点都没有关系 这个叫做积极善业 那么往左边解开是不可以的 左向是不可以的 那偏空可不可以呢 那我个的一到六根 我现在就把自己当作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 也不可以 所以你看 我们以后讲到耳根言通 动静恶相 了然不生 你要听得清清楚楚的 他在跟你讲话 甚至于他在诽谤你 你听得清清楚楚 了然 但是不生 你心不迷不取不动 那是观照力要现前 不是要你去逃避问题 不是这个意思 你问题现前的时候 正是你烦恼佛动的时候 其实正是你对视的时候 没有人刺激你 你的烦恼是躲在山洞 那叫言缺不生 那不是没有烦恼 那是烦恼根本没有刺激他 那是在种子味 那你怎么对视呢 所以 佛陀往左边偏来拉扯 往右边来拉扯 表示说 偏空偏有都是不对的 我们要能够面对禁言 一方面要申请观照 这才是正确的方式 佛陀正是讲中道的 佛告阿难 我现在用左手 我现在用手往左边 往右边来各自牵动拉扯 都不能解开这个结扣 那么佛陀就明知顾问 说阿难 那你能不能想出一个方法 来解除这个结扣呢 阿难尊者白佛言 说 世尊 你应该在结扣的中心点结 这样子的结扣就能够解开 这个中心点表示什么呢 表示六四 根层相应 这个中心就是六四 你应该在这个 我们意识分别活动的时候 转世成次 这个地方结扣 那么这个地方 看总结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 若意解除当以结心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回答说 如是如是 要解除结扣呢 应该在这个结扣的空心的地方解开 那么这个大乘的中道妙观呢 就是基本上不偏空不左右啊 能够正念真如啊 一方面礼一切相 一方面集一切法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大乘的 基本的观念讲一下 我们大乘佛法修学 很少讲断烦恼这句话 我们习惯讲转世成次 因为烦恼它本身就是真如嘛 你把烦恼断了 那么你整个菩提的本性 也被你消灭了 那么你放纵烦恼 那当然更可怕 生死溜转 所以我们面对烦恼的态度是什么样呢 就是转世成次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转世跟这个断世 要把它弄清楚 就好像说我们讲 现在山河爆发 这个水很厉害 我想实在你用挡的挡不住 这个烦恼你压的话 你压不住它 你要把这个疏导 把这个水疏导到 去灌溉良田 把这个水疏导到 去水利花店 这个地方就是 当以结心 就是你应该在六根攀岩六成的时候 升起六四的时候 产生不迷不及不多的观照 这才是可以解开的 完全舍弃六根 完全放纵六根 都是不忠道的 是讲这个道理 我们看影恶的执法兴歉 这个执法 就是这个指出 这个忠道妙观的观法 就是在结心当中升起妙观 那么妙观是什么呢 佛陀把这个观照的智慧 正确地指导出来 那么兴歉 来欠免大家 能够好好的休息大乘妙观 这个地方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阿兰 我说佛法 从因延生 飞起世间 和和出相 那么佛陀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招呼阿兰尊说 我所先说的 大乘了义的教法 所谓的诸法 因延生 那么这个诸法 因延生 跟世间的 所谓的和和 因延生 是不同的 所谓诸法 因延生 诸法 因延面 这个道理 是不一样的 佛陀讲诸法 因延生 是有生意的 你看法华心上说 佛法 从延起 事故 说一称 那么 佛陀讲 诸法 因延生 是 掖着一念心 性 延距万法 的角度 来开显 诸法 因延生 跟小乘的 夜感延起 因为有 夜力 而招感 果报 没有会归 一念心性的 因延生 道理是不同的 这个地方做 简别 简别 世间的因延 跟二称的因延 是不同于 大称的因延观 先做个简别 这以下的正式 说明大称的因延观 看第二段 如来 花明 世出 世法 知其本因 谁所言出 如是乃至 横杀 界外 一滴一移 意志 投诉 现前种种 松子极区 浩白乌贤 皆了人游 那么 如来在花明 在 在这个 花明 这个 说明 这个世间上 六凡的 这些生死的 杂兰法 还有 四圣法界的 涅槃的 清净法 这个整个 十法界 因果的时候 佛陀在讲这个 十法界因果的时候 从大乘了义的角度 是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知其本因 第二个 谁所言出 整个十法界的因果 有他的生起的本因 这个本因 就是众生本聚的 现前一念心性 这一念心性 偶尔大师在这个地方解释 就是一个所谓的 礼记三前 所以我们一念心性 本来就记足 使法界 染尽诸法的因种 虽然记足 使法界的因种 它却是清净本然 离一切相 这是一种 随言不变的理性 但是一念心性 它受勋 所以它有所谓的 随所言出 它有的 不变随言的作用 我们用杀到 遗忘的罪业 来欣喜 一念心性 它就随言显现 三恶道的果报 我们用五戒十三的 业力来欣喜它 它出现人天的乐果 我们用四地 十二阴言的法 来欣喜它 它出现 二称的偏空涅槃 乃是我们用 六度万恒的法 来欣喜 就产生诸佛菩萨的 功德庄严 也就是说 礼记四照 各记三千 所谓的 真如寿星的观念 从体性来说 是清静本然 从因言上来说 是行业发现 行业发现 使法界的 染进因果 但是使法界 染进因果 其实都是 无自信 都是逼近空的 都是依止一念 心心生起 所以生命 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从这样的 一个礼记四照 两重三千的观念 我们就可以知道 很多事情 从眼触的音言来说 如是乃至 在恒河沙的世界之外 下了多少滴的乙 佛陀都能够知道 它多少滴的树木 就是从眼触的音言 从近触的 现前音言来看 这个松树 为什么是如此的端直 这个荆棘 为什么如此的弯曲 浩鸟的蚁毛 为什么是白的 乌鸦 为什么是黑的 佛陀都能够 清清楚楚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因为佛陀 掌握了整个生命的 本因 又掌握整个生命的 延起 从礼记 跟四照的 一念心性的 清静本然 跟行业发现 这个世间的互动 而通达的一切法 这个才是大乘的 一念观 最后佛陀 要我们欠修有益 事故阿难 随奴心中 显摘六根 根结落出 成像之灭 主王消亡 不争何待 所以 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 随奴心中 显摘你 所欢喜契机的 六根的法门 只要六根的结扣 从你回关 返照当中 一一的结束 这成像之灭 这个成像指的是 动静根 三结 粗的烦恼 诸妄消亡 这个诸妄是指的 结空灭 比较唯息的烦恼 那么妄既然破除了 当然真性自然显现 所以不争何待 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说是 烦恼无尽事宴断 其实你断烦恼 是要有方法的 否则你一辈子断不了烦恼 我们讲一个公案 来说明这个道理 你看过去古人讲这个公案 说有一个老和尚 带了两个徒弟 在山上修行 这个老和尚生病很严重 大师兄跟小徒弟 跟小师兄 两个人经常要照顾老和尚 弄到自己 都没有时间去修行 后来大师兄跟小师弟 就商量说这样我们两个下去 两个人这辈子都完了 我们两个要有一个人出去用功 然后用功回来以后 再把他所参学的法门再回来告诉另外一个人 一定要这样做才有办法成功 那这怎么办呢 两个人就抓揪啊 看哪一个人适合出去 哪一个人适合在里面照顾老和尚啊 有抓救了结果 大师兄抓到就 他适合出去 这个小师弟也很随起赞叹 你好好的学习 师父教给我 你回来再告诉我怎么修行 那么这个大师兄就出去了 就跟上师师参学 几年以后 回来以后 大师兄左人携程归来 那归来以后呢 大师兄就把他自己 这几年所学的法门啊 一一的 告诉这个小师弟 小师弟听了非常欢喜 那么大师兄说 那你这个 你这几年你在干什么呢 他说我就是 照顾老和尚啊 然后就送朴门比啊 就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时候 大师兄说 那你可不可以送朴门比 给我听听看 这个小师弟啊 双腿一盘啊 眼睛一闭的 送朴门比的时候啊 身心啊 放大光明啊 这个大师兄看了 就叹为观止 这个公案 到底是在讲什么道理 就是这个 我们从这个本经当中 一再强调一个观念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入一无往 比六支根 一时清净 其实 所有的修行 都可以把心带回家 但是你要深入 从修行的角度啊 我们不太同意说啊 你今天练阿弥陀佛 你也练地藏王菩萨 也练观世音菩萨 也持大悲咒 也持往生咒 我们不太站在讲座 你这个叫做 结言式的修行 因为你一定要怎么样 深入 而刚开始 你不能够广泛的 从断烦恼的角度 你是要深入 所以 它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 你要 知其本因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整个六根当中 找到它一个最初的一个根源 一定要把心带回家 这才可以把这个结构解开来 好 我们看丑三的 易解当尸体 那么这个地方就真实说明 我们在六根当中 对视烦恼 它的一个前后尸体了 看经文 阿兰 五经问如 此结菩萝经 六结现前 同时结因 得通出佛 佛也世尊 世结本以次第晚生 近日当需次第而结 六结同体 结不同时 则解结时 因何同处 阿兰尊者 佛陀就问阿兰尊者说 我现在问你啊 这个结菩萝经 在六个结扣形成的过程当中啊 它是不是可以同时解开呢 解银 这个银就是结啊 这个结是不是同时解开呢 那么 阿兰尊者回答说 不可以的 世尊 因为这个结刚开始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次第而晚生的 那么现在你要解开它 当然也要有它的次第而解开啦 虽然六结同一一个体性而生 但是它所形成结构的时间 却是有前后的差别 所以解开六结 当然不能够同时解开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的心是本来无一物合处的尘埃 但是一念妄动以后 产生的事 再产生的行 再产生的想 再产生的感受 再产生的设法 所以它产生的时候是 由内而外 但是你对视烦恼的时候 刚好是相反 由外而内 先破摄印 再破受想行事 这个世底是不能错乱的 我们看佛陀最后一段的解释欠修 这段等于做一个总结了 佛陀说 六根解除的道理 亦复如是 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弦后次第 什么次第呢 此根初结先得人空 此根就是你所选择的言通本根 假设我们依止耳根来当言通本根 你在观察耳根的时候 第一个解开的是什么呢 初结就是解开摄印跟受印 就是先解开动静根三结 观察耳根当中 你在攀岩这个阴声的时候 你观察这个阴声是极空极甲极中的 是向望性真的 然后回光返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先成就我空 人空就是我空的真理 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于这个 人取所取的烦恼都消灭了 出的 人取的受印 所取的摄印 都已经消灭了 那么能够通达在根层当中 无我的真理 断除的见识的烦恼 那么这个地方 他的阶位是言教的相识位 也等同于断烦恼的方面 等同事故的阿罗汉 这是第一个阶段 先正的我空 解除三个结构 空性严明 惩罚卸托 那么空性严明呢 就是在前面通达根层 是无我的道理以后呢 更加了结 在根层式依法当中的 每一个法都是 言声无性当体即空的 而 灭除了这个结解 结解 那么惩罚卸托 那么对于根层式依的法 都能够通达诸法 无声的道理 不再为根层式的法 而产生障碍 这个地方是正统 法空的真理 卸托法语 既空不生 那么 卸托法旨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在记忆系的 观照空甲中三观呢 既空不生 这个时候连 恶空的真如理也不执着 这个时候 落入一种空空 前面是我空 法空 这个是空空 那么这个时候 灭除了空结的障碍 那么偶尔大师说呢 到这个地方 已经证得金刚经 所谓的无助 的真理了 也就是六祖大师说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了 到的空空了 我空法空空空 世民菩萨 从三谋地 得无声忍 那么这位菩萨呢 就可以从整个 所嫩一王三昧当中呢 而成就 无声法忍的智慧 这个忍就是智慧了 正的一切法 本至无声 而生起真如的全体妙用 从空出甲 广涩方便 度化众生 这个时候 就 灭除了这个 灭绝的障碍 这个无声法忍的时候 就灭除了灭绝的障碍 而成就严教的初处 就是别教的初地的法神菩萨 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观六根的时候 要掌握理观跟世修 理 道理是一个 你不管怎么观 你从头到尾的观照智慧 都是一个 就是极空极假极种 正念真理 但是你所经历的过程 我执法执 那是不同 欧益大师讲一个批语说 说你这个墙壁很厚 墙壁有六层的 有六层的石头所构成 那你用这个砖头去砖的时候 你砖头只有一个嘛 你不管是砖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还是一个砖头嘛 但是你要经历 六层的墙壁 我们观照六根的道理 义复如是 理观是一 但是四项却是粒粒分明 不可错乱 一定是先破 先从外在的人事阴言先消灭 然后再破内在的感受 再破内在的想法 最后 破内在维系的分别 最后回归真理 这个五印的词地 是不能错乱的 不能错乱的 那么到这个地方 其实理论的部分 事修的部分 全部讲完了 到下一堂课 我们就正式来宣说 这个二十五元通的 整个修学过程 因为你整个 手那一王三妹 你大概都掌握清楚 你再来看看 这个二十五个圣人 他所经历的过程 等于是一个印证 你全面所学的道理 这个地方 我们再讲几句话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观念 这个六根的修学 你修行一定是跟你六根 因为用眼根去看佛像 用耳根来听佛话的声音 但问题是 有些人会用功 有些人不会用功 差别在哪里 你看有些人 他拜佛拜了三十年 你看到他的反导奇迹 跟三十年完全 原封不动 都没有改变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有些人他用功了三年 他就进步很多 这位印冠道士说 有些人他只是在四项上修行 他没有回观还照 所以他的心就是向外攀岩 这个符号是在外面 佛像也在外面 他的心就在外面上 攀岩三宝的境界 产生一个善业力如此而已 这跟解脱没有关系 所以禅宗他经常喜欢说 念佛是谁 我会告诉他说 这句话是有深意 很深的道理 念佛是谁 当然我们的所关键是佛号 但是为什么要提醒你 念佛是谁呢 要告诉你 你能念的心是关键点 那个是 能念的心要你回观还照 你的心力是主动 你的心清净了 佛力才可以感应 是讲这个道理 就是要修行人回观还照 所以你看有些人修行 他进步很快 有些人他修行 没什么进步 关键就是 他是不是生起一个观照力 关键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理事 我说是 言容不爱行步 行步不爱言容 在六根当中的 理观事修的整个道理 都讲清楚了 下一堂课 我们就正式进入 恶俗言通 好 今天上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呼 再来日 回向